来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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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ZZLAB 我是振振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Final Cut上 如何去修改你的插件的名称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在你观看我的视频的同时呢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订阅小猫的频道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字幕插件 在Final Cut的插件里 字幕插件里啊 有的插件比较直观 比如说像我安装的这个 黑白厂的一个插件 比如说它有黑厂淡出 黑厂淡入 闪白一 闪白二 闪白三 闪白四 基本上你还能看懂它能它要做的是什么 而我装的这一款呢 比如说它这个叫综艺字幕标题的这一款 这款装了之后呢 它这是YAKFX04 0506 然后一直到050多 它这个略缩图呢 你看不出它有什么区别 你得每一个进去拿鼠标去这么点滑它 用鼠标滑过才能看到它这个字幕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方便 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修改一下 我前面这个像这个我已经修改了几个 从小到大 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它的效果是一个从小到大 然后这个是从右到左 这个是从左到右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名字 而这个呢 呃 是我刚才修改完 但是没有存没有关闭这个final cut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红色的这个碳号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修改 修改的方法呢 很简单 我们打开finder 也就是仿达 打开finder之后呢 在这个找到你的主硬盘 找到你的系统盘Mac 你的系统盘有可能叫各种名字 就是系统的那个主硬盘 然后进到主硬盘之后呢 找到资源库资源库这个文件夹 然后进入资源库呢 找到这个application support 进入这里 在这里边找到final cut pro 然后在final cut pro里边 再进这个template 然后进入到fix 好下面我们就终于进入到这个我们可以可以改动的地方了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fix之后 我们找到我们要修改的这个是在title 也就是字幕里面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yakfx综艺字幕标题 就是这个yakfx综艺字幕标题 然后他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之前改的 小到大 右到左 左到右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修改的是这个04 我们要继续把它修改 当然这个我就不一一演示了 我就演示这个一个修改的过程 我们找到04 我们看一眼04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把它放在这看一下 它是一个从大到小 我就把它叫从大到小吧 因为刚才这有一个从小到大嘛 03是从小到大好 那我现在进入到回到这个finder里 然后把它改一个名字叫大到小 然后要输入你机器的开机码确认一下 好改完了这个不算完呢 现在还要在这里面进入到这个刚才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大到小这个文件夹里 把这个moti结尾的名字也改一下 也改成大 杠小 也要确认一次 好 那现在这个已经结束了 修改完成了 我们现在 可以点到这里看一下 大到小已经排在第一个了 而这有两个红的 没关系 我们现在把它关闭一下 然后我们再重新打开它 好 这个04是刚才的04删掉它不用管它 现在我们看我们大到小小到大 右到左 左到右 而刚才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显示框 就是显示错误的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说你在改完之后 你把你的final cut重启一下 把它关闭重新启动一下就OK了 好 那这个就是如何修改 final cut pro里面的插件的名字 这些插件名字可以让你更直观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下面所有的 你觉得不够直观的插件都用字幕表示出来 这样会非常方便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为我转发 为我点赞 有什么问题呢 就给我留言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